北農爆发群聚感染 中央与地方政府赶紧实施对策 目前要到北農的人都需要出示 三天内快筛阴性证明 台北市长克文泽则预言 快筛只是保证现在没有病 没办法保证日后还是没有病 将来要到北農做生意 未来可能会发打完疫苗的证件 日后大概也会有许多地方 都会需要打疫苗证明 疫苗本来就是不是万灵丹 因为我们最近在看这个疫调 每一个确诊者 还真的有人打完第一剂 到第14天的时候就发病了 所以因为在他抗体都还没发生作用之前 他就开始发病 还有点 就算超过14天 打一剂 目前国际上统计上看起来也不过40几%有效 打两剂也不过也许到90几 但是90几也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医学是一个统计的科学 就算你两剂的疫苗都打完了 也只是说也许你得病 不会重病不会死亡 但是他可能得病 第二他也没有保证你百分之百不得病 所以像我们这次这种北农的市场你知道 为什么会主张说全面给他打疫苗 我想大概很快的在台湾内部 还不用出国在台湾内部就会出现 那个washing passport 就是那种疫苗护照 你想想看喔 所以如果你不打疫苗的话 那你以后将来去北农做生意 除非你每一个礼拜做一次快赛 那这样还得了 那所以将来会变成说 如果有打过两次疫苗的人 我们就给他画一个特别的通行证 柯文哲也同意 疫苗并不是万灵丹 但却是特效药 因此未来再过一两个月 可能就会有疫苗护照的设计出现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